什麼咧 幹嘛吃不吃喔 太可笑了啦 好朋友蔡航剛被演唱 你有什麼好朋友嗎 你不是合作過嗎 啊啊啊啊 那羅哥你自己吃到不好吃的食物 你會怎麼表現 不好吃我就下次就不去吃 國民故障羅時豐8號出席客家電視台20週年記者會 就為演唱客家歌 炒熱現場氣氛 對於曾經一起拍攝過影片的網紅蔡航剛被演唱 但劉哥被問到是否有關心 居然這樣回應 好朋友蔡航剛被演唱 你有什麼好朋友嗎 你不是有合作過嗎 但沒有交集啊 是合作 私下沒有交集啊 合作我們到處也跟人家合作 合作就變好朋友嗎 不是 但沒交集啊 所以也沒有有關注到 那對演唱這件事 嗯 沒什麼 那羅哥你自己吃到不好吃的食物 你會怎麼表現 因為你有開運動 不好吃我就下次就不去吃 其實也沒有錯 不好吃就不要去吃 因為過往大牛哥 曾經因為腸胃問題開過四次刀 所以現在對於飲食和腸胃 都要特別注意 我最顧慮的就是腸胃的問題 你看一個肚子開四次刀 你看 還能存活 還能保持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也覺得老天保佑 真的很好 另外近期政壇爆出性騷爭議 在節目上常會講 黃色笑話的大牛哥 是否曾經尺度拿捏不好 被投訴過呢 三個男人一起洗澡 家裡 家裡男人一起洗澡 是 是 這有電器用品的 電運斗 蛤 為什麼叫電運斗 就是 欸 錯 不是你這個問題啊 這是叫人無從下手 你看 你這答不對嘛 對 三個男人在一起洗澡 對 那你說說看 洗衣機嘛 這這也太適合嗎 洗衣機是 但不能講國語 要講台語啊 喔 洗衣機 拿捏分寸啊 呃 就事後製作人 他會去 去考量 那 對 他會覺得 哪一些可以留下來 哪一些課台 可能會比較 阿Q的 或者什麼之類的 他會 他會去拿捏 所以 我在主持的時候 我就是盡情發揮 放廢自我 然後這個 後製 就是製作人比較辛苦一點 他要去搞定這個事情